各位国务人大家好 今天是外交部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我是外交部部长杨靖天 说明在这一次日本311灾变之中 我们对于国务人所提供的一些协助的情形 各位都知道在3月11号日本发生强震之后 接着海啸 外交部立即掌握相关的灾情 同时积极设法在重灾区里面的我国的国人 台商以及留学生打工度假的 以及观光客旅行团们联系 协助上述这些国人尽快的离开灾区 同时我们在努力过程之中 幸运的国人都没有受到任何的伤亡 那么在强震过后紧接着福岛的核能电厂发生 反应炉地震影响受到伤害 那么接着辐射层的外泄情形发生 那么引起全球高度的关切 那么虽然日本方面一直说明 这个倒并没有影响到东北地区以外的区域 但是国人还是非常的关切 这个外交部也立即将关东地区 也列入这个红色警戒区 呼吁国人不要前往 那么近来 这个我们注意到国内有一些人士 主张应该要政府派遣专机 到日本去撤侨的这个附生 那么截至目前为止 外交部所掌握的这个情资情况是如此 第一 我们跟日本之间的这种航班 民航班机都正常的飞行 每一个星期 一共有超过120班班次的飞机 从东京飞来我国 那么每天的载客量高达4500名以上的旅客 那么每日的班机 事实上都还有很多的空位 例如昨天 昨天从日本返国的班机 它的载客率只有80% 另外还有924个空位 那么未来四天 未来四天我们也还有 这个4000个位置的这个机位 可以预定 那么第二点 目前全球各个国家 除了这个华国 捷克 卢生堡 以及美国少数国家以外 其他国家都没有派遣专机 这个到日本去 这个从事撤侨的工作 因为美国 他也是采取自愿式的 这个把我们 把他们在这个日本的一些侨民 他们自愿离开的 把他们撤离 有很多在日本的国人 这个或许在他们的 这个在台的家属 也有一些这个表示 从日本回来的这个机票 有一个一票难求的现象 这个造成这个很多国人 被迫留在这个日本 那么对这一部分 外交部深入了解以后 这个知道这个很多 这个在日本的国人 为了要求得这个安心 都先定好这个机位 但是事实上 并不是每一位 都到时候 如期的这个登机 造成一些空位的这个现象 那么外交部已经 恰请航空业者 航空业者 在提早进行清仓的工作 让这个空出的机位 能够让一些 急着想要回来的这个国人 能够来这个使用 同时外交部也请交通部 这个必要的时候 协调民航业者 以太前较大的 这个机型的飞机 来飞航这条航线以外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 加开这个扳机 来这个 这个让我们的国人 能够尽早离开日本 回到国内来 使得这个每一位国人 想要回来的 都可以顺利的回来 保交护交是政府的 一贯的这个政策 也是择护旁大的工作 日本正在发生以后 我们驻日本代表处 在极为困难的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设法通知协助 在受创最严重的这个东北 六线的这个我国国人 撤离到东京等安全的地区 以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 那么并进一步提供食物 食宿的这个设施 让他们安心的在东京地区 同时也帮他们带定机会 如果要返回台北的话 带定机会 所以从广义的撤侨来讲 事实上我们政府 在第一个时间 已经进行对危急的 危急的这个区域里面 进行撤侨的工作 我们跟日本 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国人都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在日本的国人 以及侨民人数也非常之多 外交部律局国人的安全 目前已经将 日本的东北 以及关东地区 同时也把这个北海道 东部南部沿海地区 列为红色的旅游警示区 呼吁国人不要这个前往 目前在上述区域的国人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我们也呼吁他们 尽早的撤离 并且将这些 请这些乡亲 跟我们驻日本代表处 来联系 使得我们驻日本代表处 在协助方面更加方便 我们也会在必要的时候 掐请航空公司 加派大型的飞机 来增加座位 甚至于必要的时候 加开搬机 来让我们国人 可以平安还国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外交部会继续尽大的努力 尽最大的努力 来确保我们 履入国人的安全 并且积极 透过各种可能途径 协助每一位有意 离开日本的国人 尽早的平安的 回到台湾来 外交部也会在 24小时密切注意 日本这一次灾变的相关进展 同时全球各个国家 他们处置的情形 随时采取最佳的因应措施 自盼国人能够 这个冷静音念 一起来共渡这个难关 那么下面就是一些 我们提供让旅日国人 以及在台湾的 他们的亲人们 可以联系的一些 联络的电话 这是我们注入代表处 每一位相关同仁的 联络电话 包括他们的手机 那么希望旅日的国人 我们的乡亲以及他们在台的家属 可以了解 然后来运用 这么晚了 来2 会员 3 5